我一直問我媽媽一件事 我問我的名字怎麼給我來 友宜嘛 媽媽就跟我講 你會記得家裡是要靠朋友 這個朋友是要講解的 你會記得中情中意 要中友宜就是你的名字 國民黨新北市長參選人 侯友宜的名字怎麼來的 是侯爸侯媽取的 因為長大出門在外 就需要朋友相挺 台語發音侯友宜正是這多年來 她和各界結緣 能夠有好多的好朋友幫她的忙 並且透過記者會方式公佈 侯友宜競選相關文宣 用友宜打這一場選戰 我的名字叫做侯友宜 侯就是侯 侯就是侯 侯跟聽起來寫 我是一個好日子 我們友宜 和大家到上面 大家來過好日子 所以把它形成我這一次的文宣 希望 讓新北市的市民都做侯友宜的後盾 成為小戰 這是文宣 給我們支持我的好朋友們 大家到上面 來打造一個好日子的生活 侯友宜記者會來了好多好朋友相挺 包括過去從小一起長大的同伴 出生入死的警務同袍 還有新生代的市議員參選等等 都和侯友宜走過很多打拼和緊捆的日子 對於侯友宜的待人處事 他們最有感覺 因為他的人就是重情重義 他平常就以做事為第一 不太善於表達 所以用這三個字來形容這個人就好了 都沒有貧困 以前早就 跟我們就是都好朋友到現在 所以今天讓這個 侯友宜 這個名字 過好一支 大家 很高興 正常的出名 那我們希望說 讓大家回顧 回憶一下 友宜長存 重情重義 重友宜這個部分 然後鄰居我們 平常啊 為人處事 生活的一些方向 還是要站在 就是說 說好話 做好事 存好心 這個部分 尤其像 不只是 老年人需要友宜 其實像年輕人 尤其是年輕人部分 我們在求學階段 最需要的就是友宜 那所以我覺得友宜相挺 的確是 他一個競選 非常好的舉手 沒選過局的侯友宜 知道對手出招 一定會緊追著他猛打 他除了不疾不徐回應之外 按著競選團隊的規劃 以自己競選 新北市長的初衷 侯友宜也是侯里季 要讓市民朋友有感 實現他的競選理念 欸 小八 支持我一下 中佳新聞林立無量嫌 板橋報導